这是大江于2018年推出的一款相机 口袋柠檬Osmoke Pocket 它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小巧和防抖 小巧的话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防抖是因为它上面这里的稳定器结构 然后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外观和具体配置 它的正面有一块非常小的屏幕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跟TF卡的对比 左侧有一个卡槽 整台机子就只有两颗实体按键 所以平时大多数时候还是以点击屏幕为主 它的镜头可以拍摄1200W的照片 以及最高4K 60帧的视频 底部还有一个Type-C的充电口 内置的电池容量为875mAh 传感器尺寸为1.3英寸 中间的胆板拿掉之后 可以插上转接头来连接手机 需要配合大江的APP来使用 不过连接之后相机就成为手机的充电宝的 本来就不大的电池现在就更不够用了 其实当看参数的话这玩意并不比手机强 那么还是来看看它实际拍出来的画面吧 拍出来的视频我感觉比我的红米手机强一些 然后我发现它的防抖好像是防止你把视频画面拍歪而已 拍出来的视频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上下抖动的 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属于勉强能看吧 我也测试了它用来自拍视频的表现 那么这点我感觉还可以吧 不过它的广角不是很广 所以手要伸的比较直 不然的话头就会占据整个屏幕 听说第二代的就会比较好一些 再来看看夜晚时的表现 录制视频时有三种分辨率可以选择 1080p 2.7k 4k 这三种都可以选择这些帧率 这里我观察了以60帧来录制视频时 它们的码率 发现1080p和2.7k是80多兆 而4k是100兆 然后当切换到慢动作模式时 可以拍摄1080p 120帧的视频 最后讲一下它的缺点 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对焦问题 因为它的屏幕很小 从屏幕上我们没法判断物体是否清晰 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对不上焦的情况 不管是拍视频还是拍照片 我个人是不建议用它来拍照的 然后关于4k视频 是它可以拍是4k60的视频 还有100兆的码率 但是这样用的话 没一下子 机身就会发烫 所以我平时大多数视频还是1080p的 照我看来它拍出来的视频画质 其实并不以手机好多少 甚至比一些高端手机还差 不过它在防抖方面还是比较强的 至少比我的两台红米手机都要好 再加上它小巧的机身 所以我认为它用来随手拍一些生活记录的视频 是会比用手机更加方便和适合的 跟传统相机比起来就更不用说了 这么大的相机拿到外面拍陌生人 感觉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 反正我是从来不敢这么干 但是用OSMO Pocket 感觉它的攻击性就没那么高 所以有的时候直接怼着人脸拍也不怂 但要是换成手机或者普通相机 我应该就不敢这么做了 总的来说它作为一款发布了快4年的产品 在现在看来它的表现已不算落伍 但是我认为它只适合那些喜欢出去走走拍拍的人 如果像我这样不怎么出门的 那它非常大的可能是待在家里吃灰 那么这就是关于这台相机的所有内容了 很高兴地看到这里 我感觉我们有两张散布 我应该不用了 全新的香港簿 谁打扒 我也五充 这么多 你们在家里面拍摄 我 Nanak 我爱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